体育首发创作挑战赛 败了 北京北汽0比3不敌天津 真实原因曝光 球迷发生令人心酸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初灰才是北汽最大的短板 缴械投降的教练 要他干嘛呢 这个比赛肯定不比训练强度大 看局间休息 天津队替补在活动身体 那就是王保全的要求 平时的训练可想而知了 天津女子排球队本轮比赛中 表现出色轮换阵容很成功 天津全华班 还是完胜双外援的北京队 差距挺大的 教练是关键 自由人出身的教练 没法和老帅比 其实回到母队的李盈盈 打的是养生排球 快乐排球 实力使然 不见了前仰后合 后排也不用亲力轻微了 体力节省了不少 这比平时训练强度小多了 一切为了后续比赛 尤其是试剧杯 队伍需要磨合 一些球迷 以为天津队只能依靠瓦尔加斯 那是多么不懂排球啊 北京女排主教练 赛前曾经发表誓言 要与天津队掰掰手腕 比赛结果表明 北京女排主帅 还是太年轻了 反观天津女排发挥稳定 天才少女李盈盈 冷面杀手王源源 优秀二传姚迪 大有进步的王毅竹 发挥出色的杨毅 都露出了灿烂的微笑 能在天津队 被王老爷允许进入一队的 就具备友谊站的能力 能在主力顶住一个位置 就有争冠的水平 摇敌的球 李盈盈扣得舒服 有大竹子这个点赛 有洋溢的后排保障 很好地分担了盈盈的 前后排的压力 给人的感觉 是比平时训练都轻松 再有又是隔几天一赛 哪有那么累 那些人真是为了盈盈 那是羡慕极度恨 天津队最成功的 就是梯队建设 各个位置的更替节奏 要能保证天津队 具有争冠能力 这是天津队最核心的竞争力 每个队员都很棒 北京北七的教练 年轻情商也不足 赛前号称要和天津队 掰掰手腕 同时介绍 尼尔船的爷爷是他的教练 你实在的真把热身赛 当实力啊 你能把业内关系学 说得这么冠冕堂皇吗 不知道为什么 北京队明明有国家队 雷打不动 可以接六轮一传的王云露 不用 虽然王云露在国际赛场 进攻弱得可怜 但是在国内应该还对付 而且依传在国内算好的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